大同区的迪化街给人的一般印象就是很多卖传统中药与干货的地方 不过却有一群的年轻人坚持要在这里开设一家复合式的人文空间 要利用台湾的好食材好设计 为迪化街带来不一样的美食与文创潮流 今天的大台北啪啪购单元就带您一块来看看 紧拎着一整排的中药行 一走进这家位在迪化街上的咖啡馆 映入眼帘的不是一大片的座位 而是琳琅满目的文创商品与各种精致的伴手礼 要说它是咖啡馆 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一个复合式的人文空间 一楼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呈现 因为它是门面店面 呈现台湾的好设计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设计的商品 然后还有就是呈现地方文化的一个办手礼 然后开放式的厨房还有吧台 二楼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客人坐下来 能够享受悠闲的下午茶 同时它的周围会环绕的一些展览或设计品 那三楼的部分就是我们恢复 1920年代的窗簧风格的私人厨房和逃逸工作室 为了要结合老街的人文历史与产业特色 软提议和几个创业的伙伴 一开始就锁定要在迪化街开店 因此为了找店面还发生了一段插曲 那时候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 我们找店面很不容易 然后找了快一年都找到迪化街尾端了 街坊邻居有人指点 他们这里要新过来做一个落户的动作 应该要问问看这里的管区 这个管区其实不是警察局 是城隍庙 就是城隍爷 他同不同意让你在这里落户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伙伴就去问城隍爷 然后他三个圣杯同意之后呢 就在城隍庙邪对面的这一栋的屋主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 打电话来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有要再找房子 其实这个屋主之前我们有问过 他一直说没有 对所以就觉得说这是许来的 就是城隍爷许来的 所以我们采取名叫福来许 福气是许来的 店里的一楼采用开放式的厨房空间 不仅使用来自大稻城地区的食材与干货 在料理的制作上 更是以台风洋食的方式 融入台湾在地的特色 我们会用西式的手法 但是用台湾在地以化的食材下去做 花莲的剥皮辣椒 结合西式的沙沙酱 所以把它做结合叫做 花莲剥皮辣椒的沙沙酱 来搭配这鸡腿 发现其实还蛮对味的 蛮好吃的 在地化街这种老街的地方 然后里面还蛮特别的 我觉得蛮有台湾的味道 结合中西方文化的还有这杯茶碗咖啡 使用店里三楼的陶艺教室制作的茶碗 作为咖啡的容器 再搭配同样也是用陶盘盛装的苹果派 让下午茶多了不同的韵味 另外店里的招牌甜点月老棒蛋糕也非常具有特色 因为大家都会来这里求好姻缘 求着家庭幸福圆满 所以他们会来这里买贡品 贡品有四种 就枸杞 红枣 桂园 红糖 那我们就想到说 那我们就利用一些 我们自己食材的强项 我们就研发出 比较有关月老相关系列的产品 我们事先把它做成蛋糕 那他们可以带去直接拜 拜完之后可以带回家吃 又神明的加持 除了文创商店与咖啡馆之外 三楼还特别规划了 复古风格的私人厨房 希望重现早年大道成富商 设置私人招待所的生活形态 三楼我们有个私人厨房 那私人厨房的料理 我们就会有中式 那我本身就是做广东菜的 那只是比较国际化的手法 我们所有的餐具 全部都是用饭店等级的 对 所以所呈现出来的方式 它绝对是会令人敬艳的 虽然创业的过程艰辛 开店一年半来也逐渐站稳了脚步 在这家店里 不只让人看到年轻人勇于尝试 与追求梦想的精神 也为大道成地区开创出 不一样的美食与文创新亮点 中家台北新闻联席会采访报导 恢复了 最好